台中第二市场的卤肉饭生意竞争激烈 不同的招牌都有死忠支持者 而这家肉燥饭它在名店夹杀当中 以家常位挂帅杀出了一条血路 老板母女俩呢 他们女力当家三十多年 发扬阿嬷蝉下的口味 主打妈妈味 古早味 还曾经获得五星乐活名摊 台湾卤肉饭节等奖项 博得涛客的一致好评 你好 两块肉燥就好了 好 天山的四百元 好 十一点半给你留一下手机或是吗 这一个就这两个 中文汉是两个 台中第二市场卤肉饭店家卧虎藏龙 能在此插起想必不同反响 这家肉燥饭五瓶大小左右 翻桌率高的吓人 赶你六十元 两位我们坐隔壁座位区的九号桌 不管内容还是外带都是大牌长龙 一天只卖五个小时 火热生意从早上十点烧到下午三点 我是从洛杉矶 我觉得非常酱 我点了两次了 这个是第二碗的 我从来没有想到家的食物会这么好吃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以前这个时间还不会这么多的 就是越来越夸张 就好吃 就连这个比较不好养的都觉得好吃 连容易挑食的小孩子都吃得吓吓叫 老板郑树山踩稳出餐节奏 咬料配餐的工序按表操客 流水线般送出一碗碗樸实原味 安抚逃客鸡肠碌碌的味 你看我的单会挂在前面 全部都插在前面 有时候是整个满的 然后我就会告诉我自己 好好来哦 郑树山有种近乎小时职人的 调体龟毛和自我要求 无时无刻都刻意维持台面的整洁干净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所谓的 结束归零重来 我的台面干净 我做事情才会开心 我处女做的 肉造肥瘦比3比7 浓鲜和肚 肉丸仔饭梅花肉饭 郑树山严选台湾在地 好米好肉 西螺米温体猪 对选肉部位 它也极其讲究 这个梅花切起来的油花很漂亮 一只猪肉它可能就是肩胛的部位 它只有两块是最漂亮的 那我们取前后都不要 那我们取中段 那中段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 梅花的远路 那像我们就吃火锅啊 我们都很喜欢吃梅花猪啊 就是这个部位 卤肉就是酱油香 正树山只用最简单最家常的 糖盐酱油胡椒调味 炉制工序步骤 炉到几分熟 炉入味几分 方方面面都要求精准拿捏 如果梅花一开始 我们就把它乳得很熟透的话 那梅花可能里面熟了 外面也烂了 那我们的做法就是先把它乳半熟 半熟了之后呢 我们在做敷热的时候 让肉汁再次吃进去那个味道 肉丸子宛如台胃狮子头 是从正树山的阿嬷传承下来的 也是最传统的妈妈味 最眷容的食味通常也来自 记忆里的皮肤味 我小的时候下课回来 就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阿嬷或妈妈就会说 桌上桌上有肉酸 有肉丸啊 你去北方来配 这个有情感上的连结 因为毕竟阿公也不在阿嬷也不在了 可是你在做的过程 你会去回想 我小时候吃到的味道是不是这样 我在做这个我想到阿公 这个就是阿公阿嬷传承给我们的东西 鸡卷是台湾早年生活节俭 逢年过节多余的食材 用猪网油或豆皮包裹油炸 演变而来的小吃 但正家鸡卷在勤俭习服的滋味里 在堆叠上家传独门配方 让寻常的餐桌品项变换出少有吃法 老板的妈妈杨艺莲是镇店之宝 起家老板娘年过七旬 还每天坐镇店里手脚忙个不停 低头忙备料或钻入台前料理 大小细索都少不了她的生意 做到买着 因为这么快乐 你退休的人整个重心都没有了 我这个每天几点起来几点出来 几点入门都是固定的 杨艺莲年年轻时是家管兼裁缝代工 三十多年前在外商公司 当高阶主管的先生被裁员 家中经济顿时依靠 为了扛起家计重担 杨艺莲卖起妈妈那一辈传下的古早味 创业初期杨艺莲每天单打独斗 一人包办采买 备料 出餐 打包 收营 等所有工作的情景 看在女儿郑树山眼里十分不忍 于是她辞去印刷设计的工作 放弃画笔开始学怎么拿菜刀 下厨房 如果我今天在外面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可是我回到家我看到是一个 很累的妈妈 然后生意也做得不是很好 因为人手不足 那没有一个互相帮忙的状态 你看她去开店 她要去上厕所 谁帮她看着店 那我就想说好吗 那不然我就从零开始 我相信我可以学得会 小吃经营三十几年全靠母女两洗手 天平做妈妈加处女做女儿 都是拼命三郎的工作狂性格 生意自然做到门庭弱势 回留客络绎不绝 现在目前都要等位置喔 有位置在买单请稍等 我现在还有三十几年前的客人回来 他的儿子孙子带过来的 有的是移民 移民回来 他也是回来找我啊 他跟我讲说 你还是三十年前的女儿 不一样喔 那个东西都还在喔 每天工作加生活 24小时联合联合 加上母女个性都要求完美 一样龟毛 出乎意料的两人几乎不太摩擦 反而还心意相通 默契无间 有我们在想的 他也在想的 有我们想说今天想要来 吃什么东西 就像不然我们来吃那间喔 他说阿咪怎么会跟他想的同样 我们的默契就是慢慢养着了啦 意见不合啦 争执啦 那个都是短暂的 对 妈妈在身边总是有个靠 在心里面总是有个靠 她永远是我的精神依靠 母女连心的好感情 共同熬煮坚持的古早味 抚慰疗愈了寻找记忆滋味的陶客 这娘味相愁风景 妈妈味 餐桌家常味 时间历久 香气越发浓厚 将在记忆味蕾深处继续鸣科